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星期五對話何仁時間 何仁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在我們入政題前 其實是有兩個消息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就是 由你做文化帶隊的粵港澳大灣區美食團 就會在11月出發 到時你也會隨團 在每一個地方都會講解文化歷史給我們聽 是嗎 是 這個團是以前搞過的 我也跟著陪大家陪那些團友 在諸葛三個州幾個美食著稱的城市 就吃過玩過 但是這次就加多了澳門和香港 去走一走 叫做港珠澳大橋 這條橋就是中國現在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奇蹟 本來就很想去的 但是一直都是懶 又未去 這次趁著機會就走一走 另外去的城市 順北 中山 廣州 這些都是美食著稱的城市 上次去過 吃就認真一流 住也很不錯 所以這次我也非常期待 舊地重遊 和首次去港珠澳大橋走走 應該是幾美妙的 是的 大家都知道 黃先生就是國學根底深厚 對中國歷史也很有研究 所以和他一起出遊 不單止是多個盤這麼簡單 而是去到每一個地方 歷史 文化 掌固 黃先生都可以療如指掌地和我們分享一下 多謝你先 另一個就是我們今天 就是昨天我們都在這裏介紹過 就是在這個月的十九號 再隔兩個禮拜 星期六 黃先生就會和我們 和汪倫一起 我們三個人 做一場的時事查座 說說香港的情況 是嗎 是 香港最近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三個多月到現在都未曾平息 雖然這幾天 似乎那個烈度那個強度 稍微低了一點點 但是還是納納亂的 到底香港這場這樣的暴亂 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 我們認為怎樣才能夠 比較徹底的解決呢 或者借著這個機會 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看看和大家的看法 有什麼不同的 或者不同的 大家交流一下 好的 日期就是十月十九號下午下午三點到五點鐘 地點就是在Daly City的明遠酒家 明遠就是剛剛開張 是在West Lake那裡 很容易去到的 接著那間Home Depot 好的 記住日期十月十九號 何韓先生 汪倫和我 在這裡和大家喝下午茶 吃點心 說說香港的時事 好了 既然說香港 我們接著我們今天正式的話題 現在香港說到亂局未止 有人強烈要求 社會有很多聲音 其實就說要立這個禁止蒙面法 示威遊行的時候 因為見得到這幾個月來的暴動 那些暴徒全部都是戴口罩 還有隱藏身份 大膽到不得了 中火也好 襲擊 吐打 什麼都做齊了 有些人就認為 立了這個禁蒙面法 就可以將那些暴力 降溫降低 或者多些人不敢犯法 何韓先生 你怎麼看這個 現在的人要求這個立法呢 是 香港要求這個 有這樣的呼聲 要求立這個禁蒙面法 我認為 動機是好的 目的是對的 就是為了 止暴 打擊這個暴力犯罪 這個無疑 如果是立得成的話 這個當然對香港恢復的秩序 是會有些幫助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時機都未必是最好 現在香港這樣的情況 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所在 並不是說沒有足夠的法例 來取代暴力 法例是有的 無論從法律上來講 從道德上來講 從公眾理論上來講 都完全是有必要 取代這些暴力的 但是 現在香港的問題 在於法例有了 但是政府實行這些法例 執行這些法例 那個手段不行 是吧 本來這樣的暴力 你無論你有沒有反無面法 本來政府都是要 嚴格 實打實來執行的 但是現在 香港政府 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 他是不作為 或者作為不夠 是吧 警察呢 竟然是 受賀一方 是被人打的那方 這個真的匪如所知 是吧 所以根本不是法例有無的問題 而是你臨著實 真是不知不扣執行的問題 那 你現在 說 立這個 這個 反無面法 但是 如果有了這個法例 你繼續 香港的警隊 香港的政府 繼續用這種 軟腳蟹色的 這樣的手法 來執法的話 一樣無用 反而 反而 是給現在的那些暴徒 一個新的口實 繼續來搞事 本來 初時搞的 反 逃犯修正條例 本來就是很合理的一個法例 是吧 是吧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你和那些暴徒 講道理 你和黎智英 李柱銘 陳科安生 何俊仁 這些人 講道理 是根本沒用的 人家根本不聽你 是吧 他説是要反你 就反你了 那所以 你 如果不能夠真真正正 執行法例 取代暴力的話 你拿什麼法都沒用 是吧 反而 現在本來有少少 說降溫的苗頭 你一搞 他繼續來 是吧 所以我認為當前 特區政府要搞的 最重要的 反而不是立新的 這樣的法例 而是 真正的切實的 來落實的 已經有的法例 來恢復秩序 先制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立的新法 一樣是實行不到 是吧 反而是給別人新的口實 所以 我覺得 當然 現在據說 這個法例是行政會議 通過 就行了 不用經立法會 因為 引引了那個 緊急法例 是吧 少了一些阻力 但是 真是搞出來 會後果會是怎樣的 我真是不知道 如果是真真正正的 立法 行政會議 提出來了 通過了 要立這個法 我猜 香港 畫上就有 新的一波 暴力事件出現 是吧 當然我們不是說 真是這麼怕這些暴力事件 是吧 但是 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的特區政府 林鄭英俄 你要真真正正的 拿出你的魄力 和能力來 真是 落很大的決心 搞定它 這樣才行 否則的話 你立多多這些法例 我認為 作用都真是不大的 所以我對 立這個無面法 當然是支持的 但是我認為 最好的時機 最好的辦法 還是先平息了 現在的無面 是吧 然後 先制 立這些新法 就是防止 為了防止以後 再出現這些事件 為了能夠使得特區政府 能夠有更加有力的 措施 更加少一些麻煩 來執行這些 制止暴力的法例 否則的話 我認為 以香港目前的情況來看 很可能 又會出現 舊的暴亂未平息 又會出現新的暴亂 那時候 反而 我覺得 那個效果 更加不理想 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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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